這個是不是像我們在敲鼓 那一種聲音 然後現在我在敲這個你們在注意跟它聽 是不是比較沉 就表示它水分比較多 就是屬於我們在判斷它就是肉身的 所以你一切開的時候 它是會一直滴水的 當然新鮮的還都很好吃 只是說它不能放 你放了有可能你如果在常溫放兩天 它可能就會有酒味出來發酵 鹿野地區的這個產季不像西部是南部 因為氣候比較熱 所以它們大部分在四月份五月份 甚至六月就結束了 那我們鹿野這邊因為冬天那段時間是比較冷的 溫度比較低 所以它鳳梨並沒有在生長 所以我們這邊的鳳梨從種到正常的收藏的話 沒有用去催手的話 它是大概要十八個月才能採收 所以我們的正常採收期都會遇到就是 大概在國立的六月下旬到七月 那八月去結束 那因為這段時間剛好是台灣 颱風季節最多的時間 那鳳梨的東西又很奇怪 它只要水分過多 本來是骨生的就會變肉生 那肉生以後又不宜儲存 卡還是許看 這段時間很容易 先給你一張 兩日回合 快看 再不測試 兩日回合